哈喽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國際版昨天就已經把這個雙傳說降臨技開上來了嘛 改悟空跟禎悟飯 那麼這一次的話就久違的把這一張改悟空啦 作為隊長來使用啦 歸先流mix full power 然後來挑戰一下我們的超異形龍 這一張改悟空的話我自己是沒開路啦 但是把他的潛能這邊 點到12點連擊啦 因為本身被動有59%的會心發動力啦 這一點就比較好用 所以就連擊就好了 火力就靠被動來撐 那麼這一次的隊伍是長的這麼個樣子啦 算是偏豪華一點 小鳥悟空啊 舞蹈會悟空啊 還有娜美悟空 娜美悟空最近的使用力應該會稍微往上衝一點點啦 好 隊伍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其中兩張免費卡 克林跟信州悟空 じゃあ 行きます 嗯 順位來說 大差不差 還行 然後 克林應該是留在這邊來疊被動 這個樣子 可以開招就好 爛頭爛頭 克林 最後的話 這個樣子 對 對 全力超市 拍到招的話 可以降攻 30% 對 那麼後續就安全了 我不塞吧 我買嗎 你竟然給我連擊 呵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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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辣麻辣 1 2 3 3 3下 缺1下 再被打多1下 他的standby skill 就可以出發了 克林 克林在這邊的話 他還不錯 主要是在最後一階段 克制屬性 可以做到相當不錯的輸出 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來看 可能就 很難 哈哈 不是太順 嗯 血量還行 呀 這個舞蹈比武 真的是帥 這麼個樣子的白髮 三顆豬 這個樣子 最後 可以開到超必殺 疊防 Alright Yos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必殺 沒有先攻必殺就好 沒有先攻必殺的話 我們的娜美悟空 就可以好好的疊防 最大 蛋回合三下 在1號位的話 被先攻 Oh yes Oh nice 這個異星龍還蠻棒的 聯系回避了兩次 那麼在這一個關卡 我們就可以 多疊 一些些的防禦力啦 這個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樣子的情況下 OK 漂亮 OK 漂亮 開了閃發必殺之後 防禦力就上來了 Nice 古道會悟空側一邊 OK 繼續降攻 1 2 老實說 這個隊伍啦 比較麻煩的點在於 需要疊防的角色很多 需要疊被動的 被打然後疊被動的角色也很多 全力超市啊 武道會悟空啊 改悟空啊 小鳥悟空啊 通通都是要被打來增加 然後 改悟空 小鳥悟空 納美悟空 又是要無限疊防的角色 喔 這個真的是超懂 來 來 他這個畫面真的是很棒 雖然說 那個龍組改悟沒有什麼看那麼多啦 但是對於他的OP的印象其實 是有一點點的那個 記憶點在的 OK 然後這邊就回血一些 克莉蓮再回血一些 Nice 喔呀 這麼棒的嗎 這一次真的是可以疊好疊滿的感覺喔 哇 這個異星龍的氣趴 氣趴迴避力 呀 好 克林第二發 克林的第二次必殺 不過如果是可以疊到30出萬左右的防禦力 所以在最終關卡啦 他就差不多夠用了啦 這個就回血 啊 早早用掉啦 早早用掉 說不上浪費還是怎麼樣子 Alright 然後這邊 嗯 狗看木 這個樣子 Dek Ikimasu 啊 竟然先攻 啊 這個先攻就 所以我們的納美悟空就少疊了一回合 嗯 我說這一邊吼 他的先攻 尤其是這個屬性克制的關係啦 納美悟空在這邊是很爽 可以一直疊嘛 疊防 可是如果遇到先攻的話 就對納美悟空來說就 非常的不利啦 那個會蠻痛苦的 影響很大 媽咧 這個就看後續怎麼個辦法啦 哈哈 真的還蠻痛苦的 唉唉 唉 好 欸 降攻 那老實說是不怕被他打啊 武功這方面 等一下的話就是 全力超市悟空 然後搭配我們的 小鳥 小鳥悟空 喔喔喔這邊這邊這邊很棒 這邊很棒 然後直接下他啦 這個動畫演出 水啦 喔喔 直接回血回到爛 哈哈 來 再一個 咦 怎麼個樣子 應該是打不過去 然後會剩一點的血 然後我們的 納美悟空 又有機會去疊防啦 哈哈 希望是有啦 希望是有啦 唉 OK 小鳥悟空也同樣是 把被動給疊上來 最後改悟空這一邊 然後 他的 後尾打擊次數非常的多 應該也是可以跌到一個不少的量 OK 防禦上升 還有四下被打 然後就滿狀態 還差三下 唉 還差三下 嗯 這一邊的話 唉 這個樣子 呀咧呀咧 還是一樣啦 堅持 堅持 讓我們的 納美悟空 七一號位 哈哈 有沒有 哇 靠 有沒有搞醜 有沒有搞醜啊 一星龍 超一星龍 我謝謝你啦 哈哈 真的是 看下 一拜 阿雷 媽咧 這樣子的話 就代表我們的克林 可以繼續的疊上去 還幹不死 還好笑 這個真的是還好笑 幹不死 超級無敵的拖時間 拖了這麼多台錢 而且 都看我已經 积累到差不多要滿了 媽咧這邊就直接下拉啦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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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錯了一個很嚴重的東西 我們的那個 七一啦 沒有刺滿 難怪我就看到很奇怪 不一樣的畫面 咦 咦 咦 等一下 龍我重開 OK 重開回來了 原來就只差那麼一點點的那個 差一點 那麼這邊吃下去 再下拉 咦 就可以了 我奇怪 我嚇死 怎麼會是缺氣呢 我敢踩那一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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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一次看到在遊戲中 因為 我們絕對是讓他急到滿的吧 正常情況下來講的話 哈哈 還蠻特別的 欸 怎麼你們全部漏氣了 旁邊的幾位 發生了什麼事 なるほど OK OK 水 OK 幾乎被動都全滿了 哇 兩千萬 是耶 水啦 不過有輔助的關係啦 這是正常 好 好 那麼 重點的第二回戰 第二階段這一邊 真的是超級無敵重要的 欸 我們看一下齁 現在的防禦力是 58萬 32萬 43萬 欸 前後兩位啦齁 的黑法悟空都沒問題啦 最重要的就是 中間的那位 能不能頂得住啦 嗯 OK 這邊的話我就 這麼個樣子就好了 我想一下齁 技術珠 都看不及得有點快耶 我看 稍微 放慢一點 然後這邊的話 道具大概是不需要開啦 確實是硬的 確實是硬力 然後我們的 悟空 直接被動全滿啦 火力全開 一千五十九萬 EXE 59% 發揮一心 欸 Nice 連了個普攻 但也不錯 21萬8 喔喔 必殺在這邊 嗯 是不錯啦 還算是蠻安全的 可是等一下那個 納米悟空被全體攻擊 逃到會蠻痛的 絕對會痛 30萬 喔喔喔喔 30萬了耶 喔喔喔喔 這邊 呃 四發必殺的可能性 那麼防禦力疊一疊上去 只要不致死 那就OK 然後下一輪 我們的小鳥悟空 就可以復活 欸沒有喔 下一輪小鳥悟空 也復活不了 血量40%以下 改悟空會幫忙回血 啊幹 改悟空這個回血 在有復活的情況下啦 嗯 有一點點的不優秀 來 繼續 OK 謝謝你的發揮 納米悟空 這樣子的話 防禦力繼續往上升 大概會被敲個 十幾到二十萬左右啦 他的普攻這一方面 喔 四連必殺 Nice 哇 這個 而且 因為齁 我們打到後面 敵方會有全體攻擊 然後這一張納米悟空 在二號位 是他最大發揮的地方啦 所以 這個樣子的擺法啦齁 一號位 對某個扛傷角色 二號位 納米悟空 這樣子的話 就算是 我們應該說 我們比較不怕他沒辦法 受到先攻 先攻這樣子 喔 這個是 越來越好用 之前打一行龍其實也是有 可是在那邊 因為最後被剋數 所以就 用起來我們絕對是覺得不舒服啦 但是這一邊就不會啦 然後59%回血 喔呀 這個樣子的話 當然是這麼個白法啦 然後 一個位是肯定要的 主要就是我們的克林 嗯 大概率是扛不住 欸 這邊能不能直接把對面給紅藍啊 假設 開到Dorkantwood 當然是可以 但是不太希望開到 那麼就 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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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林不會受到太多 Extra的攻擊 可以 屬於保險吧 30出萬 應該不會都看不出法吧 OK 好 然後威脅開了 那麼就 相對安全 不過克林 喔 21點 nice 這樣就完全save 如果可以的話 啊 連結不到位的情況 哇 悟空的火力跌的那麼多耶 哇 水 炎機 哇 沒有 鐵枝 吶 希望後兩位可以炸多一點 然後下一輪我們就用主動技來解決掉這一part 然後Dorkantwood留去給最後一關 目前的想法啊 目前的想法啊 目前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Dorkantwood留給最後一關 留去給最後一階段用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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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嗨 大丈夫です 10萬 好痛 這邊會有三發主動技 首先 我們的改悟空 OK 那麼這邊的話 我可以把納美悟空的煙氣 的那個主動技留下來吧 先刺足 回一點血 先刺足 回一點血 爛猴 這一個 只要會心應該是可以解決敵人吧 但是這個的會心力好像沒有到特別高耶 這張我看 哇 要怎麼留咧 這個香氣先啊 死不掉我們再來考慮 YES 這樣子的話 納美悟空 就成功的留住他的 成功的留住他的 有啦 有啦 這邊 水啦 那麼Dorkantwood 在這邊的話 就 就分了 嗯 這個樣子 會比較好啦 嗯 那麼 再來一個Wiz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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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蠻 有 這個Dorkantwood 就絕對是送的啦 呀 嗯 素數珠 素數珠其實沒有留言沒關係 突然想到 因為這邊Dorkantwood 就直接回蠻了吧 Dead 嗨 沒有Dead 我要死了 沒有Dead 就很危險 沒有Dead 就超危險 嗯 必殺如果開在 五道會 悟空身上 可能會暴斃 還在克林身上 可能都沒那麼難受 愛愛愛愛愛愛愛 Dead 好啦好啦 全體攻擊 下個拜 喔 必定會行 不過可惜這個火力不是最大化啦 千萬還是可以造成力 然後連擊必殺 九百七十億萬 殺得殺得 那果然我們這一隊啦 怎樣還是要依靠這個啦 然後改悟空在這個關卡 在第二階段的時候 就用起來很順行 很棒 OK 克林林 然後 普攻 不是 沒有 妖秀咯 妖秀咯 我感覺啦 然後 異星龍一定會特地 針對我們的 那個五道會悟空 必殺絕對會在他身上 煩的咯 OK 咦 沒事喔 喔 セーフ nice セーフ 千戰 Yes 好 這邊就回滿血 嗯 這邊的話 38萬 56萬 跟 53萬 因為有威士的關係 我看把小鳥悟空留下來會比較理想吧 嗯 嗯 嗯 加 口 難好難好 這個樣子 最後的話 可以開到招應該就OK了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WIS在身上嘛 算是保險 Dick 嗨 防疫上升 沒問題 太多同名角色會蠻壓力的在這邊 644萬 配上 效果八全 不到1000萬的火力 771 哈哈 裂了好多喔 當連結不是那麼我氣力不是那麼足的時候 然後 59%的會心 咦 有 再來 咦 連連連不到 不過我們全靠你啦 那美悟空 600萬起頭 如果是4連的話 六四二十四 2400萬 會心 有連結跟沒連結 差了100萬的火力 可以看得到 之前用著他跟物販做連結的時候 哇 那個火力真的是要一個爽 不過一般也是因為這邊 我們都只顧著疊防 而沒有疊到 那個 超必殺的關係 哈哈 沒有疊到攻 哇 敵人的血量才掉了4格 也太少了吧 然後必殺在這一邊 超危險的 扣多少 30萬 好痛 好痛 好痛啊 嗯 這邊等一下我看一下先 這一張武道會悟空啦 他復活的血量是回多少咧 講真我忘記掉了 我完全沒有想過要讓他來復活 嗯 增加防禦力嘛 地球一層的戰士 接下來五道會戰士 可以看破必殺 血量回復59% 這樣子的話 去到下一輪 他還是會有那個 Guard的存在 小鳥悟空 那麼就直接下拉啦 是 1 1 3 2 1 3 2 3 4 2 3 4 4 4 8萬 1887萬 這個權力超市 只要活過下一輪 我們就可以確定勝利 再來 沒有了 來看一下我們的烏道比悟空會死的多 欸 有得到喔 麻吉竟然活過去了 然後我們的權力 權力超市 就是沒有任何 需要讓我們擔心的點在 就是硬 嗯 還是得死 還是得死 還是會 死亡啊 麻吉達 麻吉達 又有欸 可是有346萬欸 沒有在 沒有會醒的期限下 結構要了 然後這邊可以 主動計 OK Action Break掉一瞬 然後然後 這個樣子的威脅 再來 那麼就 Let's go 也不看大家的防禦力了 呵呵 啊 結果全體攻擊還是沒有辦法 攤掉 欸 奇怪 血量59%以上 小鳥悟空應該是可以有GAD 才對的啊 罵捏 算了 這個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但是血量59%它就已經是沒有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只能說 S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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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真的是要迎來死亡了嗎 嗨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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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得住苦工去了 哈哈 欸 IKE YES YES 想要勝利的唯一指望就是 超異形龍啦齁 不要凱必殺在這一回合 要不然的話就要掛掉了 哈哈 全看運啦 現在 全看運啦 嗨 喔 克比琳 前戰 嗨 不過我覺得超異形龍應該是不會這麼好死啦 ンド techniques 必殺絕對會來的 進來活過來了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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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 完全打不通 - 完全打不通 对啊对啊对吧 看一下啦 32万的防御力 那么这边就是这个样子 让我们的纳美悟空来帮忙回血 79万 血量回到满 那么就胜利确定了 我的勝利 肌蛋啊 大丈夫です 可以绝对可以硬扛我们的这个权力草势无垢 不是怕减三就是猛 好歹有赤足的危险要不然就挂了 1874万 我感觉这个队伍要来打的道具还蛮有难度的 会很难受 最后竟然就是让我们的纳美悟空来做收尾 衰 现在说我们的改悟空在这边的发挥没有到很特别 主要就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然后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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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然后刷 刷 我们的改悟空 久违的带队 归线留队 然后两张免费卡带进去也有不错的效果在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 また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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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